我曾經凌晨3點多才離開百貨公司 可是隔天一樣9點要到 那銷售的訣竅是什麼 耐心 笑容 站在客人角度 一個月最多零到多少錢過 我已經來到貴姐的家了 陪她來一探究竟她的成績面紙啊 有沒有 逆天長腿 逆臨正妹 哈囉我叫珍珍 安妮今年幾歲 我今年31歲 路貴姐這個圈子多久了 大概9年 大學還沒畢業就已經去當建交合作生 然後畢業就直接到公司 一直到今年 妳們房子很漂亮耶 謝謝 大概多少錢 大概多 便宜啦 第一天睡這是我的心得 我是真的覺得我還蠻藍色的耶 欸她在廁所也很漂亮耶 有需要嗎 等一下妳怎麼知道 這是怎樣 剛好在清點是不是 沒有就是我出門前 我就會想要飛哪一個啊 那幫我介紹一下妳的房好不好 就是 boy chanel boy chanel how much is this 那時候買大概快二十 團體銷整 這邊銷整是兩萬 對 對 一千萬 對 兩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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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YSL YSL 就小包廢包 欸這個是 妳有在這裡放過手機嗎 有啊我這裡都放手機啊 都不會掉出來嗎 不會啊 這個那時候買好像五萬多 她花了五萬多買一個口袋 對啊 我不懂耶 欸這包好看耶 這也是YSL 她這個多少錢 這個七萬多 這個七萬多 這七萬多 啊這個咧 BB 這個也是五萬多那時候買 這也五萬多 這是我剛進百貨第一年領到週年慶的錢買的 貴姐大部分都會買 比妳還要多的吧 我身邊的人都比我多啦 所以貴姐的收入很高嗎 我覺得沒有到妳們想像中那麼好 但是只是因為我們在百貨公司 也沒有 也沒有 然後上班也不會背 然後上班當然會背就這種廢包啊 妳就一萬塊的廢包 妳跟我說這是 我阿嬤的包我也相信 那這個YSL包 這個多少錢 這個那時候買六萬多的樣子 買六萬多 所以這些包總價加起來 差不多一台二手車 四十 差不多 五十六吧 妳有聽說貴姐買過最貴的一個包 這多少錢 也是有人去買 就是香奈兒餡料包的啊 怎麼辦 男朋友比較有錢 所以貴姐是一個 找有錢男朋友的一個很好的管道嗎 其實可以認識很多 有錢人的媽媽 然後媽媽會介紹她自己的兒子給她 那妳自己最單筆解過的是多少錢 最高單的單是三十幾吧 好 那我們坐著來聊一下 這三十幾萬她可以抽到多少錢 我們坐著聊一下 那我們來聊一下剛剛提到的 三十萬妳能拿到多少分層 如果三十萬 然後那個月我個人的目標有達成一百%的話 九千 所以貴姐的獎金有分哪幾種 底薪 色基 然後團基 像清潔跟週年慶的話就會有 大成獎金 我們再來聊一下貴姐 平均入行大約會落在多少 底薪嗎 是 我剛進去的時候才兩萬零多少 那這九年來看妳的薪資的線性是怎樣 是到第幾年的時候平緩 然後有沒有下降 我們的薪資其實是在 檔期的時候薪會比較高 其他的時候都落在六七這樣 嗯 那妳自己一個月最多零到多少錢過 二十三 怎麼零到二三啊 其實很辛苦耶 因為檔期的時候 我們可能很早就要進百貨 我曾經凌晨三點多才離開百貨公司 可是隔天一樣九點要到 所以就是睡的時間很短 可是精神狀態也不好 變成說妳活動通常到越後面 妳會越覺得妳只是一個零 就是靈魂已經飛了 妳只是一個渴 那這二十三萬妳是當院的業績是多少 才有辦法離到這二十三萬 好像是做了 三百吧 一個人做了三百 那銷售的訣竅是什麼 耐心 笑容 站在客人角度 哈哈 我在PPT上面曾經當過天使歸結 是喔 為什麼妳會勸客人不要買那麼多 假裝 然後她都會說 可是我就想買 我說真的嗎 妳用得到嗎 妳用得到再買 所以這也是這種行銷的策略 算是 因為有的人 你越叫他不要買 他就越想買 喔妳看準他這一點 然後抓著他打這樣 不要講這是限量多喔 剩幾個 雖然他很限量啦 我自己也有帶一罐 但是妳真的要嗎 這邊只剩一罐了 就其實客人 他會去逛百貨公司 他一定有 他想要買的東西 一個目標 有的客人他一定會試嘛 我們最討厭遇到的就是 試口紅 因為口紅色號超多 你要幫他 可能試了四五隻 可能有得到十隻 他才買一隻 可是你會發現你旁邊的同事 隨便你這個保養 你那種心理的壓力 貴姊會不會有搶客的問題 就你們接待的順序 不是有那種什麼 誰今天進去就 先跟他講話 就算誰的單嗎 每個櫃台規定不一樣 那你們咧 我待過兩個品牌 是 就是都是先搶先贏 或者是客人找誰就是誰 那你們不就在看 這客人有沒有購買一個 跟他身上穿的行頭嗎 櫃子會不會很勢力 也是會 但是在夜經擠不瘋的時候 不得不 你好 歡迎光明 你聽過你同事最高一個月 有到達多少月收入 也有人 也到三十幾 四十也有 那都是要在公司排名 就是第一第二 哇 入這個行業 櫃姐櫃哥 需要什麼樣的成本跟條件嗎 現階段的話 基本上公司都會比較希望是 有經驗 你大概對百貨業熟悉之後 他不用跟你交太多銷售流程 你有基本的地址就可以進去 有沒有其中一個入行的條件 是要長得漂亮 長得醜的 不能當櫃姐 其實還好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女生 都蠻會化妝的 只要你化妝技巧好 你又不是那種 叫塞味那種 其實基本上就會到 就現在的市場行情 你會推薦他 他們這個行業嗎 我覺得沒有以前 我剛入行的時候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入客多 消費力也高 所以基本上不用這麼辛苦的 抠客去做活動邀約 就可以賺到 跟現在差不多的薪水 如果你嚮往著 站在那裡漂漂亮亮的 或者是你覺得 你可以爬到更高層 因為我覺得我到彩妝師 已經是算公司 比較上面一點了 那下面是什麼 在百貨業一個櫃檯就是 會有一個區域主管 櫃檔 櫃檔 專家職 專家職就是像有 裁妝師 保養師 香水師 對 這三個是平行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 然後就幫助生 你離開櫃檯之後 現在在做一些什麼 現在就是在拍片 然後賣情趣用品 介紹情趣用品就是分享開箱實測 實測 所以你算是跳蛋測試員嗎 可以那麼說 所以你很懂跳蛋 當然每一個跳蛋它的性質不一樣 我會去了解它 好 那我們方便去看一下 你在使用跳蛋的樣子嗎 不是 樣子 是為了學術用途 可以啊 下次如果我拍片的話你也可以來 好 那我們下面就去看一下 它用跳蛋的樣子 幾天之後 再來跟大家介紹它的整個介面 還有它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先剖囉 很害羞耶 它這個有時段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從最溫和的地方到最強烈 那有可能你在用吸筍中功能的時候呢 不小心就會去了 我先去把它洗一洗 等一下再來跟你們介紹它其他的功能 好 你不要洗 放著放著 我可以來突襲一下你的片長嗎 可以啊 你坐一下你慢慢坐 可以啊 那我可以坐 你那部放髒 那部放好了 我這樣怎麼看你平常是怎麼 櫃姐是怎麼辛苦工作的 需要拿起來 不用 你就靠近我一下就好了 啊 要我耶 沒有 香的 香的 你可以用力吸喔 所以你做這行 櫃姐然後 爬來當挑戰測試員 目前有什麼心得 你目前用了幾個 請去用力 蠻多的耶 大概有二三四個 三千負荷對不對 我們 不是天天拍啊 也不是一次用到壞掉啊 那我們不會想要嗎 不需要找一些 壯年男子來嗎 你確定壯嗎 壯啊 那你平均是 拜託 我傷妳耶 傷 今天很開心來到 珍珍趣兒的工作現場 那如果有喜歡 珍珍的可以追蹤他的 YouTube IG 沒有臉書 有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追蹤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3 2 3 4 7